顏寬恒從9天前被揭露 這個殺戮跟龍井交界的 1250坪的這個嚴家莊園 違建 佔用保護區 佔用國有地等等爭議他講不清楚 那他現在的策略當然就是說 民進黨這8個民意代表服務處都是違建 我講一個簡單的ABC 哪一個地方違建 我現在貴雅剛才講的那個什麼 租的什麼我們先不討論 哪邊違建他完全沒講 他就說這叫疑似違建 你們趕快去查 我們所有過去這段時間從公保地 然後到這一次的殺戮龍井 這個豪宅我們是一個一個點出 他佔用國有地的事實 他在保護區上面建了相關的建築物 可是沒有建造始造 或者是他本來的大樓 應該只能建四層樓 最後建六層樓等等 是明確的指出 不管是網友還是說我 還是說立委 大家一個一個這樣子處理 揭露 那我們提出質疑 那你候選人你就講清楚就好 那他現在講的這8間 就像貴雅剛才講的 關鍵的一個是 這些都是跟人家租的房子 那你去打你選區內這些屋主的 就疑似違建 你到底目的是什麼 我回來講你的問題 這真的很多人都覺得看他無沙沙 但其實很簡單 我們重新看一下這整個 1250坪的一個莊園 他其實整體而言 他的問題分成三個部分 我覺得先談第一個部分 我們這個建築 494號地幕 他的土地是陳立林所有 建築是岩寬人所有 那最簡單來說就是 他的一個建造跟史照 在2013年就應該完工 可是到2014年還在往上增建 那現在我們也發現了 一層樓 2層樓3層樓4層樓5層樓6層樓 比他本來的規定的4層樓來的高 那就算說那個窗戶啊 你可以說什麼挑高啊等等這些 就算了 我實際的高度也確實就是 跟附近的高度比已經超過20公尺 比他申請18公尺來的高 這是第一個他沒有講清楚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是進一步 我們後來進一步大家發現就是說 在土地地號490號的這個水保地 它不是國有地哦 它是岩家所持有的私有地 但是因為它是保護區 台中市政府都發局也對外講了 沒有任何的建造史照 所以上頭的塑建築就是違建 我們看到第一個是這個 露天的景觀台 那其實現在也很多名嘴啊 或者是藍營出身的朋友 都有講說這是招待所 聽說鄭浩兄的朋友有去啦 招待所啦 然後小國� 可以建這個相關的一個高爾夫球 那我們也發現進一步最新的消息 是這個地下車道 居然不是最近才建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也是Google map上面看到 很感謝管碧林委員 他揭發了進一步的資訊 我們發現在2012年的時候 其實它大樓還在興建 可是這個國有地上面這個便道 就已經在開設 所以現在國有財產署對外講說 2014年他們才開始佔用 佔用到2021年的5月 可能不止哦 有可能要往前推 那我們來看到2017年的時候 2017年的時候 這個上面的地下道 已經 建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它在2014的時候 這裡的畫面 這兩個點 這就是車道啦 圈圈的這裡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代表說 其實它建築物在網上蓋高之前 它底下的地下車道就已經挖好了 所以如果我們時間在往前推 目前所有的建築師跟這些 有建築經驗的朋友們 都講一件事情 這一個大樓 我們雖然現在往後推 都是2013年以後的事情 就認為說 你往上增建的違建 是以後的事 可是其實很有可能 在2013年 在往上建的這段時間 它地下道就先挖好了 因為合理的推斷 我不可能建築先往上建 才挖地下道 所以這背後牽扯出的是什麼 有沒有官商之間一些問題存在 因為這當時其實都是要去驗收的 你2013年在胡志強市長時期 你怎麼拿到這一張使用執照 相關的公務員去驗收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點出的第二個問題 那最後一個我要提 433-6的這條國有地的 這個紅色的這塊350坪 本來以為好像顏寬人出來講 我都合法成書 然後被提爆說 其實你至少已經佔用了7年 是2021年5月才承租 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一塊國有地 現在發現了第二個問題 國有地當時 國有財產署租給他的一個理由是說 因為你有通行之必要 那進一步 我包括李孫良校長 跟一些朋友都揭露說 其實他本來有另外一條路 可以往外通 以外 你不可能在一個國有的保護地上面 可以建警衛室 跟建這麼豪華的大門 那這件事情 據我收到最新的消息 明天國有財產署會去現場會刊 那如果你明天他去現場會刊 證實說跟當時使用的明目不符 國有財產署現在對外是透露說 不排除會收回他的承租權 那我真的也呼籲啦 國有財產署過去中區分數 你受到某些人次的壓力 我覺得你這次要硬起來 既然全民給你做你的靠山 你去現場好好的認定 這到底有沒有符合當時的明目 1月9號不管誰贏誰輸 是盧秀燕的問題 台中市的事 盧秀燕盧市長你要怎麼辦啊 猜地下室 或者台中市政府告訴我 那個地下室不是違建 顏匡在講其他幾個議員的服務處 我印象中看到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指那個 不要在四樓還是幾樓 有那個遮阳的屋頂 頂家有一個屋頂遮阳 烤基板 我不知道他講的是不是那個是違建 如果他講的是那個是違建 那是附近幾 那個社區大家一起蓋的 都這樣嘛 通常來講頂樓蓋那個遮阳的 是為了在衣服的時候不要下雨 下雨的時候不會臨時衣服 所以他在得罪那個 外面超商的那一塊之後 他其實在這個部分 頂樓他也在得罪那一些族群 一樣 我說標準很簡單啊 台中市政府認定 你如果認為那樣子 民眾蓋那個東西是違建 你可以去猜啊 如果人家是拿來曬衣服 不是拿來住的 你可以猜猜看啊 盧秀燕盧 盧市長 你要1月9號 以後 請你告訴我 顏寬恒的地下室不是違建就好了 哪有那麼麻煩 顏寬恒都想不出來了 國有財衡區 最後就是看你要不要解約嘛 然後你告訴我 你1瓶不用10塊錢嘛 1個月 我們拿到什麼權利 2.5塊 有權利的 是政治人物啊 或者國民黨原資你可以告訴我啊 你可以幫我啊 你們可以告訴我說 那個地下室不是違建也可以啊 就有一個人出來跟我講啊 告訴老百姓 那個不是違建就好啦 哪那麼麻煩 其他該違建你該怎麼辦呢 該猜該猜啊 老百姓 政治人物你去租人家的房子 到 立委候選人自己住的房子 誰親誰中 這個道理不需要我多做解釋 我現在只等一件事 我等的就是盧秀英盧市長 你的一句話 你也可以繼續說謝謝 嗯 你怎麼做我都尊重 為什麼 每一個人心中有一把尺 不要動不動說人家抹黑 顏寬恒怎麼告訴我 我的房子 地下室不是違建 我的頂樓 五樓六樓不是違建 我需要的是你這句話 我們請原資跟顏寬恒一起開個直播好不好 去看看那個地下室到底是怎麼蓋的啊 看看那個五樓六樓啊 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啊 看可不可以把那個 建物相關的證照什麼東西都攤開來嗎 原資其實很不錯啊 因為剛剛那個 段老師說要我來講說 他是不是違建對不對 我只能講說 違建不是我說了算 也不是你說了算 你為什麼要為了通老費 要出賣你的靈魂呢 為什麼要出賣你的靈魂呢 市政府說了算 我選擇不去 請問你 你怎麼證 我選擇 你怎麼 你怎麼 你對嗎 你怎麼 我搭